白了就想一眼中心 领回一个老外 一眼中心了都 就领回家 我就想不想 就领回家你看 那感觉太好了 太好了 坐享其成 那我也不能飘飘然 我也得进到我一个男人的眼睛的一会儿 来吧 接下来讲你通话的一会儿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19451号女嘉宾 黄敬云 75岁 沈阳人 黎毅 孩子已独立 有住房有双宝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冯敬云 我是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 有的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传统美德 干农活做家务带孩子 这一辈子都在忙碌 我在农村生活 那是三个孩子 我生活是很苦的 忙忙碌碌了半辈子 现在我没有什么负担 孩子早已自立 我偶尔去姐姐弟弟家窗窗门 去公园溜溜玩 生活的简单爱意 我现在呀一个人过意着都很好 但是我有时候就感到很孤单和寂寞 走在街上 我很羡慕两个人相伴去公园赛神部 活动活动精武一起聊聊天 就算是偶尔斑斑嘴也是快乐的 这种心灵上的安慰和陪伴 是谁也比不了的 幸福要自己争取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李嘉宾您的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手腕手脸一块出去溜的 是吧 这个被外人看 哎呀你看这一家全味 是不是啊 就要这种感觉 我就要这种生活 这一代没过着这种生活 是最羡慕的是吧 我羡慕 希望今天你这个简单的愿望 在这里实现 像你所说的 看准一个 直接就给他拽走 不允许他拒绝 男嘉宾岳父也有 但是我把心里话说说 好 这就叫什么 叫相亲就成功一半了 对不对 另一半就是对方女生 他不管了成功50%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见面了 给彼此打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分数 100分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分数 我给他100分 好 来接下来就请二位 坐一会儿慢慢聊 不行 行 挺好 你太也挺均匀 他不像一般老太太那么大肚子 这一个人要是有点啥 是什么年轻 八十年说话都没有 你要叫他说 人都有感冒 有什么时候 人说 你不爱动他 你谁给你挨个水 倒个水 干点啥 你个人就想一下 这身边有个人 满堂儿女不敌 八路父亲 儿女都有自己一家 人家不能老杀伍你 谁多长挺长时间来回 到这忙碌路 打一会儿走了 你说这何解 什么人太寂寞了 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 帮我的手有底 我的一个男嘉宾 说一句话 我就想找一个男嘉宾 能辅导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 一定是1400块钱 好 好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你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的婚姻带给我更多的是痛苦 我的前夫是个知识的人 在金钱方面 从来都是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我们那年代呀 要说离婚 那叫一个第一句话 叫一个笑话 我还说我父母也不愿意 他也不同意 他从来不管家 也不管我和孩子 就夜中于抽烟喝酒打麻将 即使这样 我也忍耐了很多年 直到自己50多岁 才终于离了婚 离婚以后吧 我感到生活挺好 我也不上活 也不生气了 但是就是有时候感到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感到特别的孤单 我就看人家成爽成对 有夫妻呀 我就感到特别的羡慕 我没有什么爱好 也不喜欢另一半 有什么不良嗜好 我喜欢健康的生活 找一个你恩爱爱 他能爱我 能够保佑我 能够像一棵大树来 我靠着他有平安 我就想过一个平淡淡淡的 来而过高高兴兴的晚年生活 我会认识的 我们的精神